我觉得虾的做法牵牵旺 对象做的最难忘 剁好的虾蓉加入秋葵籽 淀粉 黑胡椒 抓拌均匀 长一点淀粉 中间的虾滑就没那么容易脱落了 一勺生抽 一勺番茄酱 一勺淀粉 半碗清水搅拌均匀 有虾滑的内面向下牵牵 等到虾滑变色了再淋上料汁 糖和水的比例是2比1熬成焦糖色 倒入模具里薄薄的铺一层 这里要注意 牛奶的温度不要太高 80度左右 要不然鸡蛋就变成淡花了 铺上保鲜膜 戳几个洞防止水滴进去 蒸好之后要冷藏一火 可以大大增加你脱膜成功的几率 他对今天这两道菜的评价超高 你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你最怀念学生时代的零食是什么 我的是那脆脆的口感 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干脆面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沥干水分后加入屏幕上这些调料 会更加的还原小时候的味道 把拌好的面条放到油纸上 放进烤箱 190度30分钟 童年的回忆 上课的时候 偷吃过的干脆面就做好啦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像我一样的兔豆小宝贝注意喽 看看今天的食材除了蜂蜜都是黑的 500克的黑芝麻 200克的黑豆 还有200克的黑米 下水洗净 小火慢慢地炒干直到听到炸裂的声音 记得不要一股脑地倒下去一起炒哦 因为每一栋需要炒干的时间都不一样 然后放进破皮机里打碎 记得要少量多次 要把你打着打着就要摇一摇 尽量打得细腻一些 黑芝麻打着打着就会出油 所以记得要摇一摇 不要加水哦 最后把三肾和黑口气一起打碎 锅中加入蜂蜜 煮到冒小气泡的时候关火 倒入先前打好的粉末 反板均匀 你就会发现它变得越来越黑 在搓成圆球之前要先捏紧 这样搓出来芝麻网才会光滑 油光发亮 锡纸剪成小块 把黑芝麻网包起来 这样搓出来的黑芝麻网 大概可以密封保存四个月 每天来一颗 捕住了图头小宝贝 快就给人家一等人吃吧 像我一样的图头小宝贝注意咯 先将侧柏叶放进清水里浸泡清洗干净 记得是这种扁平的而不是那种带刺扎手的 五幻子给下水清洗 这可是会起泡的关键 它要叫吸收果 接着侧柏叶打底 倒入清洗好的五幻子和摆好的照夹 还有核手屋 再撒一把三叶 清水刚刚好没过 开小火慢慢煮 煮上两个小时 等水量变少变得浑浊 先初筛一遍过滤掉杂质 再细筛一遍 没有加蒸籽剂 所以看起来也不会很稠 最好用这种自带起泡的瓶子 挤出来泡沫特别的绵密 味道是一颗淡淡的药香 学会了让你体验发亮一把抓不住的快乐 快做给你爱的人吧 听说睡个好觉比个像石片面膜 我觉得女朋友的睡眠 男朋友也要关心才对 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睡眠人舟 没有男朋友的也会好给你一起中手哦 把讨好的食材放进锅里 加入清水来块红糖 盖上盖子蒙一个小时 能让女朋友睡个好觉的睡眠人舟 就做好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前几天做的藕粉 大家都很感兴趣 一直跟我说太难了 有没有简单一点 对胃又好的 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 苹果小米舟 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自己动手哦 苹果小皮切冰 加入薛和红枣 水的比例就按平时煮粥的来 大火煮开转小火50分钟 再下入枸杞红糖 一网下去喂暖洋洋的 小脸还红扑扑的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有女朋友的别的可以不会 这个一定要会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元气汤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食材和做法都很简单 红枣 姜片 桂圆 红糖 大火煮开后下两个鸡蛋 记得枸杞要最后下 锅高的温度会破坏枸杞的营养成分 比开水有用的多的元气汤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还记得昨天做的猪皮椒吗 今天来教你们做个好东西 红枣减碎 去核 黑芝麻下锅炒熟 炒火炒的时候可以放点盐炒 这样子的话不容易炒的菜糊 食材准备好了 锅里先下入清水 把饼糖全部融化 拿出做好的猪皮椒 大概放下去一半的量 等到猪皮融化了再放入红糖 熬煮到像这样非常浓稠的时候 就可以放入我们之前准备好的食材 关火快速的翻炒均匀 这个时候猪皮椒温度已经变得很低了 所以要趁热放到容器里 用各种办法把它压实压平 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放上各种辅料 我放的是若生果干玫瑰花 冷却凝固和脱膜 从中间切开切成薄片 这样做出来的固圆糕口感真的很好 一点都不比而交叉 饭会越嚼越香 也可以向我家打包起来 快速给你爱的人吃吧 不吃一次 你永远不知道虾和口菇有多大 平时洗菜的水也很重要 好的水可以让食物的味道变得更好 虾肉都成泥 腌制的配方在屏幕上咯 记得锁好笔记 搅拌均匀后填入口菇 烤箱180度20分钟 最近新入手了方泰姆因进水机 三根滤芯七重过滤 用的是不锈干全熔头 不仅用来洗水果更烦心 还可以直接饮用哦 轻举对半切开 其他的水果切丁 放进冰格里 倒入过滤出的清水 放进冰箱冷冻 因为方泰进水机 泼滤出来的自来水 去除了异味和有害物质 还降低了水的硬度 所以茶汤的口感和色质就更好了 口菇烤好了 撒上葱花 虾泥吸收了口菇的汁水 变得更鲜甜 好水好茶配好菜 快就给你爱的人吃吧 有一种面条比方便面还要简单 认真看完我这个视频 你一定能学费 你要是学不费 我带上荷包蛋去你家教你 空碗放蒜末 放小米辣 放葱花 放入香菜 加一小勺胡椒粉 加几滴香油 淋上热油焦香 放两勺生抽 一勺米醋 薯开煮面条 煮熟捞出 有条件的再煎个荷包蛋 虽然比方便面简单 但是比方便面好吃多了 你学费了吗 学会了记得关注我 我就是你的专属菜谱